在美国买卖房产的交易中呢 通常规定是要求卖家或买家 要本人到场签据这个买卖的这个文件 那我们现在很多情况下 当卖方在卖房子的时候呢 本人不在美国可能有时候在国内 那卖家需要提前告知公正行指定 我这个授权代理人是谁 公正行ASCO出具一个特定授权代理人的文件 给这个卖家邮寄回去 同时卖家需要在 比如说他现在人在北京 那他需要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网站上 预约一个公正的服务 当天的时候呢 这个卖家他需要打印出 最好备上两到三份这个授权代理的文件 带上自己的有效证件 可以最好是护照 那他还有带上钱 去这个大使馆去进行做这个公正服务 做完之后呢 这个元件 授权的元件必须要马上快递回美国到公正行 那公正行那边的人员会进行再次的公正 那相对于买方方面呢 在签订一些贷款合约的时候呢 本人无法到场 那这个时候如果买家已经提早知道 要签贷款文件的时候人不在美国呢 有两个做法 第一个比较简单 如果说买家这个时候还在美国 那他可以请公正行做一个授权代理 Special Poverterney的文件 上面指定谁是你的代理签字人 那第二种的话呢 也是请公正行ASCO出具授权 签名的这个人的文件 邮件的形式给这个买家 买家同时要去这个美国住中国的领事馆 大使馆预约这个公正的服务 做好之后呢 要把公正好的元件快递回美国 也是直接寄回到这个公正行 买卖双方都有几个要需要注意的事项 对于卖家来说 要提前跟这个产权保险公司要打好招呼 要问产权保险公司看可不可以接收这种形式 对于买家方面呢 也是有几个注意的事项 第一个他需要和贷款公司要打好招呼 要得到贷款公司的允许 那第二个呢 要注意的事项 就是这个 Special Apart Attorney的文件呢 在有一条是 它是有时效期的 通常60天到90天 那这个时候在公正行 这个做公正的时候 要提醒公正人员 将Special Apart Attorney的第二页 有著名时效期的那一段化掉 化掉之后呢 这份Special Apart Attorney呢 就会一直保持有效 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的就是 Special Apart Attorney的文件 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公正人员 都能帮您出的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当我们需要出具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公正人员会需要一个特定的地址 不能说有时候我们会出现 买家朋友呢 在买房子还没有选好 自己的房子的时候 但是又赶着回国 这个时候呢 他又想去做这个特定授权代理人 那是没有办法做的 他必须要找到房子了 已经下了offer 或者说我们已经进到 ASCO里面进行房产的交易流程的时候呢 公正人员才能出具 这个Special Apart Attorney的文件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